挑战帮粉丝扶贫 开局不拿子弹 还要赚300万 这位粉丝只有5万的存款 虽然有6套 但是一把精致没空也没 改面用的还是修炎器 花了三花 买了个枪口 别说辐射板的 身上的6甲还是他唯一的一件 要啥的仓库还有 剩下的钱就购买129发抛光的 现在存款就还拔快了 无头 端牌直接开 我的 你别说 这个位置还挺好 就是没子弹 老六都没法当 先去前面山头 注意看260下方 过去了一个人 我以为他会直接去下地铁呢 可能是发现我了 躲石头后面一直不出来 我想等他走了我溜的 谁知道这小子他也能溜的 那我就从左边绕一下 先走了 有人直接拔雷 看错了 是个随机boss 没法打 赶紧车 然后我觉得boss点绝对能捡到子弹 但有个溜摊还没走 我就一颗雷 咦 没过来 哇 开箱去了 好机会 揍你 我底儿 他开完跑了 完了 高贼的鸭子飞了 唉 唉 看看这多好的机会 就算有一缩子凶石的子弹 也能把他扎的累 唉 没办法 好机会 我也趁机去防区 里面肯定有子弹 nice啊 盒子挺多 偷弄子弹一大堆 直接就捡了顾拜多发 然后就停下脚步了 他不会又回来了吧 蛤 呀 四套啊 狗扎 嗯 看看掉啥了 自甲掉了 哇 有板子 唉 他这号还行嘛 掉啥来啥 可以去辅射区抓人了 呀 这地上咋还有狗牌 这人这么肥的吗 这都不要 他好像在外面开箱 直接过去看看 唉 我去 啥情况 生物要门都不要 太扯了吧 看一下人在哪 好像是在大舱顶面集中箱哦 这个位置打不到 去房地儿炒一下 看到他来 在烧塔呢 现在秒不掉 不急 开完烧塔的 他可能会划锁来房地儿 先不轻挤妄动 门拖点 上划锁了 这门败 耶 原来是去看桥上的箱子啊 这个就更好打了 好了 这小子肯定要超级飞 不然粉光怎么可能都不要 进那一把 四个处理器 三个镜头 哇 去 沙扎兰兔 我的乖乖 还有金砖 而且还是刚开的 都还没来得及存起来 OMG 这下我过于气死了 他粉光都不要 他那样箱子里的死光都没剪 我的背包还有空间 所以我要剪了一遍二手箱子 楼梯盒子还有几个粉光 然后浮射区又挂了一圈 减了十几万 总估值4.6 这把赚了399万 啊 家伙差一丢丢四百 行啦 目前存款370万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